这个是价值一个亿的鸡蛋 但是下蛋的却是一头老虎 这种猛兽有一个习性 他一生只在一个地方下蛋 因此只要是虎鸡看中的地皮 价格都会炒到天价 而目前这块一平米地的拥有者叫鱼鸡 很多开发商和富豪都想购买那块地 价格更是出到了离谱的五百亿 但是因为老头却非常的贪心 这点钱根本打动不了他 甚至直接将送钱的人赶了出去 不过每天他的门口依然被围得水泄不通 这天阿鲁和小松也慕名而来 突然在天空中飞来一只大驾 正是虎鸡 他长着猪头鹰爪凤为虎身 另外还有一对鸡翅 只见他直接落向了那五百亿的地皮 显然是准备下蛋了 这是刚才吃扁的那群黑衣人 想着如果把虎鸡抓了 那么自己摇身一变就是亿万富翁了 说着一群人拿着武器就准备上前抓虎 阿鲁因为看不惯这些人的行为走了出来 正当要开火之时 阿鲁一个手刀将他们的武器击录 黑衣人一看是四大天王的阿鲁吃了一惊 阿鲁警告他们最好不要打扰虎鸡 这样会影响到他下蛋的质量 这时鱼鸡走了出来 对着虎鸡说了几句什么 虎鸡便立刻飞走了 顺便还让阿鲁他们进屋再聊 一进屋阿鲁那强大的嗅觉 就闻到了虎鸡蛋的味道 让鱼鸡务必让他尝一尝 这也使对方感到惊讶 因为现在单纯想要吃鸡蛋的人几乎没有了 围绕他身边的人 都是想要利用虎鸡蛋去赚钱 于是大爷大方地准备请他们吃一颗鸡蛋 有小松这个大厨在 片刻后做好的虎鸡蛋就做好了 阿鲁一口下去赞不绝口 听到阿鲁这么说 鱼鸡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原来关于虎鸡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鱼鸡曾经也是个美食猎人 当时还是菜鸟的鱼鸡 为了让体弱多病的老婆身体好一些 拼命地工作 想多赚些钱让老婆好起来 于是什么工作都接 没日没夜地去接任务 但是有一天当他回到家中 他却发现老婆的病情更加地恶化 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他老婆对他讲 比起他在外拼命地赚钱 他更想坐下来好好的两人一起吃顿饭 随后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个时候鱼鸡才明白 对于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 说到这鱼鸡已经哭成了一个类缘 但现实生活中又有着多少的无奈呢 阿鲁表示猎人并不是人生的目的 而是通过这个职业来追寻美食的幸福 鱼鸡说他只记得老婆每次吃虎鸡蛋食 都是津津有味的 他和虎鸡相遇的地方在那棵树下 而他和老婆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也是在那里 仿佛这是冥冥中的安排 他还记得他第一次吃鸡蛋食说的话 为此鱼鸡经不住地把虎鸡当作他的转世 他的妻子名叫梅子 于是他把小虎鸡起名为美位子 决心养育他不离开半路 如今时间一缓过去了50年 由于没有了收入一直在变卖地皮 现在也只剩下虎鸡那块宝地了 而鱼鸡现在要卖这快递的原因 因为他感觉自己大陷僵直 不过看他的表情 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感到害怕 这时他问阿鲁带了多少钱来 阿鲁甘大的表示只带了100万 而背后他们那大大的箱子 打开以后只是阿鲁带给鱼鸡的礼物 一箱惊吓苹果 老人见状大笑道 既然是100万那么就卖给鱼了 因为在他心里 钱早就没有了用处 他看得出阿鲁对食材的珍惜 那完全是不带功利性的 而他的那番赞美 和他老婆说的话竟然一模一样 对于老人来说有着无法衡量的价值 他的要求只有一个 今后他不在了 有空的时候让阿鲁他们 偶尔陪一下美味子就可以了 冬去春来 阿鲁和小松两人此时正拿着一些水果 来看望美味子 正好看到一只小虎鸡破壳而出 他们相信这一定是与己老人的转世 这样又可以和美味子待在一起了 阿鲁和小松